又不好好讀書 又不學好通識教育 教育成、教育局那些教育教材 不好好讀書 菜念混淆錯誤 一點都不清醒 簡直是誤人子弟 我們找到一個教材 今天有個網址給你 教育成 講香港歷史、講鴉片 其實一講鴉片 那些所謂中國人 就上腦了 不看清楚內容 不澄清概念 亂禁 延遲下去 滿意為政治正確 就可以了 當然 當然 教錯教材 誤人子弟 但是 政治正確沒有事 一句不小心 各位同學 就說 英國人為了消滅中國的鴉片 打中國 將自己的前途 一句說話 就前途進位 受了訓做老師 就馬上釘牌 你想想 但是這些 胡言亂語的教材 因為政治正確 這個教材就是 百年香港歷史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 英雙向中國人大量輸入鴉片 對中國人荼毒甚深 當然 意思就是 英國雙人 輸入中國鴉片 大量輸入 對中國人荼毒甚深 就是讓大家認為 大家認為這樣 英雙輸入鴉片 途獨中國人 很正確 政治正確 但是 社會科學概念 就是 這個因果關係 我們有沒有深思熟慮 清楚 是不是這樣的說話 就可以歸恩 中國人受到荼毒 就是因為英國人輸入鴉片 那要不需要找其他原因 這就是我們讀通識教育 或者是作為一個 懂得社會科學的人 去思考事件因果關係 我們需要注意的地方 拜託不要這麼寫這些說話 去誤人子弟 這些是學生的教材 寫錯教材 誤人子弟會有什麼事 其實這件事是有學科背景的 如果懂的人就會懂 不懂教你也沒用 我試圖講清楚給你聽 讓你了解 不了解到 一個 一個 歷史是 歷史是Multi-Causality 即是說Historical 是Multi-Causality 如果我們要找歷史因果關係的話 有因必有果 但是這個所謂因果關係 是因果多重性 即是說 一個所謂的理性原則 我們就知道 任何現象 是有很多因果關係的 有很多原因 即是說 中國人受鴉片荼毒 這回事 是為什麼呢 不可以只說 英國商人輸入中國鴉片 中國人受到鴉片荼毒 是因為英國人輸入鴉片 可以這樣說 但不可以只說 如果你懂得歷史研究 知道鴉片在中國發生 是一回什麼事 我就隨便去想 即是給大家看 英國商人向中國輸入鴉片 就荼毒了中國人 但是 在新疆運來的鴉片 或者 有些四川雲南 中國政府之下 種植的鴉片 會不會荼毒中國人呢? 新疆運來的 就是土耳其的鴉片 即是綠路 你知道 好了 英國商人輸入鴉片 當它是走私 英國商人通常怎麼走私呢? 最主要的鴉片集散地 是廣州 即是英國商人 只把鴉片運來廣州 於是由中國人接手 通常是航商 即是收鴉片的人 是中國人 好了 航商收了 犯法 當然 航商才有權 和英國商人交易 當然有些人不在廣州都可以 走私 但無論如何,歷史知道很清楚 絕大部份鴉片就是在廣州處理 航商另外桌下做鴉片 這是走私犯法 但整行整市公開的秘密 當航商收鴉片之後 轉給分銷箱 那些分銷箱就拿大批鴉片 然後拆分銷售 譬如一船一百箱,二百箱 那些要的可能兩箱 三箱,十箱 就會在廣州分散 運送去全中國各地 其中一個就是 一些中國商人在廣州扣入鴉片 要轉運外地 內地的路向有很多 可以出回香港,繞上去 或者經過越北 然後下雙江入長江水 再上去 可以廈門、福建 那些全部都是商業貿易的路 這些運作 是走私 有官員監察 但是走私 只能夠成行成史如私成功 其實不少 官員收受賄賂 如何保證鴉片的經營 運輸 這些全部都不關英國人的事 英國人只是把鴉片運送到廣州 拆了很多 好了,來到地方 有些地方的黑社會 包庇,開些煙管 可以給鴉片煙民吸食 鴉片煙管不一定在家裡吃 去鴉片煙管吃 大有人在,大家知道 但是吸食鴉片有工具 有一些是發明改造生產鴉片吸食工具 技師、工廠、供應商、生產商 林林總總 屠獨中國人 我再說一次 有沒有份呀 甚至乎有些地貓流氓 很簡單 他只是做鴉片煙管的看水 做把風工作 即是不要被人來蓋檔 或者有人來蓋檔的時候就被人散水 他是不是屠獨中國人 專門做層層級的轉運鴉片的工作 即是大河有大河做 細省有細省做 縣仔有縣仔做 市有市做 鎮有鎮做 很多臨臨種種的搬運工人船夫 他們是不是屠獨中國人 他運送鴉片的 還有一些地方店舖 專門賣鴉片吸食工具的 鴉片吸食工具的 鴉片吸食工具 他們說有很多工具 有燈、煙槍、削掛、盒盒 有些鴉片煙槍 鬥靚 中國人自己吸食鴉片 那時世界基本上幾乎是沒有人吃鴉片 而只有中國人選擇吃鴉片 歷史以來吃鴉片的超大比例都在中國 中國人自己吃鴉片 屠獨自己中國人 杜光王也吃鴉片 貴妃、太監、達官貴人、商人、 院父子弟、士兵打仗也要索一索鴉片才能打仗 還有一些平民百姓 那時林鴉片戰爭來講 中國食鴉片的人口已經超過200萬 還有一種都是屠獨中國人的 就是那些回收工人 鴉片煙管吞雲吐霧 吸鴉片 那些煙燻 有些渣載會 會沉積在牆壁、桌子、煙盒等 有一種工人專門在那些地方 那些鴉片渣載會刮出來 那些鴉片渣回收了之後 就拌進去 那些熟鴉片裏 然後就變成一個商業的包裝 即是一盒、一包 那些鴉片 其實那些鴉片 運來的純鴉片 很多時候都是 一直拌 不同的東西的 其中一種就是鴉片渣紙的回收 刮出來收回去 拌進去做鴉片 那這些工人 等於街邊撿紙皮的婆婆 那他們是不是屠獨中國人 那這個因果多重性的分析 那我就不斷說這麼多了 還有一些喜歡有辦法 你可以多想一些類似的 都有份途獨中國人的 不過當然說清楚 英國人 英國商人做鴉片是不對的 但是 絕大多數更加不適合途獨中國人 吃鴉片的 就是皇上官員執行不力 貪贓枉法 而且是中國人自己最壞 自己吃鴉片 自己不懂得控制 就等於明星吸毒一樣 你要明白 屠獨中國人 只有自己才可以自己屠獨自己